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家将满门中立 虽然最后被奸臣陷害致死 但是却成为了人们心中勇软的英雄 尤其是在现代 人们对于杨家将的了解 大多是通过影视剧 当然杨家将被代表的中国古典精神文化 也被世界所认可 在世界很多国家中都在传承 那么当年大宋王朝灭亡之后 杨家将是否有后人呢 他们的后人又在干什么呢 杨开华老人面对记者的采访 虽然有些疲惫 但是仍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自己家族荡气回常的历史 在那个风烟滚滚 内忧外患的年代 杨家将报卫河山 报国救民的故事 从杨开华老人的口中 说出十分的生动精彩 据杨开华老人称 自己就是杨家将的三十七代后人 现住在寺 穿紫童 那么当年在北方体育外邦的杨家将 为何会跑到四川来安家呢 杨开华老人面对记者的疑问 微微一笑 而后便美美道来 原来北宋王朝灭亡之后 今朝君臣虽然对昏庸无能的宋徽宗 宋亲宗十分鄙视 但是却久仰杨家将的大名 因此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金国人不仅没有纵兵强烈天波夫 反而派人修善保护 以示自己对忠臣的敬重 就这样杨家后人得以在乱世中保全性命 后来南宋建立 杨家后人虽然再也没有创造先祖一样的伟大功绩 但是一腔热血仍然不减当年 也有很多杨家英雄卫国专居 为抵御蒙古的进宫儿马哥果施 后来南宋朝廷灭亡之后 杨家后人就彻底失去了为之奋斗的目标 只好逃离北方 想找一个世外桃源躲起来 安安生生过日子 杨家后人后来来到了四川的子童 发现这里土地肥沃 环境十分适合 所以就在这天府之国之中安下家来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杨家将的后人 杨开华老人还当着记者的面 为记者表演了一段精彩的杨家枪法 据杨开华老人讲杨家枪法共有三十六路 每一路都是杀招 颇能显示先祖的气魄和风范 在当年的对敌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当年先祖在沙场上 就是用这三十六路杨家枪 让敌人为之胆寒 杨家枪变化多端 常出意料之外 而杨开华老人也不无得意地对记者说 年轻的时候 自己就是靠着这一套杨家枪法 在此地远近闻名 至今拜师学艺的人还络绎不绝 年轻时脾气也比较暴躁 说的好听点是爱打抱不平 因此遇到点不平事 难免出手相助 曾经这一代有几个地痞流氓 勾结了一个帮派 欺瞒霸女 还要收保护费 而自己就用这一杆枪 挑翻了当地的七个地痞流氓 从此之后再也没赶到这个村来收保护费 如今杨开华老人虽然已经年过古稀 仍然每天坚持练杨家枪法 虽然武艺高强 但是却从来不轻易显露 更不会用功夫去打擂台 因为在杨开华老人看来 轻易拿自己祖传的功夫去和别人比试 不仅犯了练武人争强好胜的大忌 而且也是对自己先祖的不尊重 谈到杨家枪的传承问题 杨开华老人颇感无奈 自己已经年龄大了 再过几年可能也手不动枪了 而自己的儿子却对自己祖传的功夫颇不以为然 认为既养活不了自己 还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自己一个人去广州打工去了 而自己百年之后 这身功夫又有谁来传承呢 说到这个话题 杨开华老人的眉头紧锁 心事重重 许久才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传了一千多年的杨家枪 可能真要毁在我的手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